我相信许多人上云顶的时候 都经过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 可是从来没进来这里 欢迎收看Family Go全家出动 马来西亚首个 也是唯一一个亲子玩乐频道 你好 我是陈爸 今天呢 我带我的两个小宝贝 来到了云顶半山的 逢来仙境 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Let's go 我现在就整个凉了舒服吗 好吧 我现在就整个凉了 我走到那边 OK 很冷 我要吃掉那个雾 吃雾 甜甜的瓜葱味 一滴过来吧 为什么我吃雾会变得更饱呢 清水岩寺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开往云顶的路上 所看到的蓬莱仙境 它坐落在海拔4600尺的高原区 总面积28英亩 其主要建筑 大致上可分为天坦 万佛宝塔 和清水岩寺三个部分 少了热闹 少了热闹喧哗 少了铜前卫 这里的气氛和大家所熟悉的云顶高原 截然不同 清水岩寺 这里的空间十分宽广 适合小孩子们奔奔跳跳 清爽的空气和飘渺的云雾 经常会迎面扑来 确实有几份身处先进的感觉 因此 我和两个小宝贝 也带了画笔和泡泡水 打算在这里好好地享受 画画和吹泡泡的 惬意时光 乘搭电梯由上而下 你会来到清水岩寺的镇店 这栋寺庙 供奉源自于中国福建的清水祖师 因此 这里才会有清水岩寺的名称 室内的各个角落 刻有精雕细琢的美丽图案 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看 甚是精彩 鼎盛的香火 或许不仅只是一种信念 还承载了人们心中 美好的愿望和祈求 另外 我个人觉得 这里的素食餐馆 也十分值得一提 我平常不吃栽 但这里的栽菜 却令我有了另一番 美味的体验 这里的价格 比山顶上的餐厅 更平易近人 我相信 我下次还会再来 来时空空 去也空空 到了最后 我们父母 能给孩子留下的真正遗产 只有回忆 把握当下 欢度童年 我想 能和孩子一同体验人生 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 Family Go 全家出动 马来西亚首歌 也是唯一一个 亲子玩乐频道 那么我希望 你可以subscribe 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完全免费的 我和两个小宝贝 将不定时 为你带来各种 好玩的小游戏 小实验 和旅游景点 而且 我们也非常想要知道 你和孩子喜欢去哪里玩呢 你们都玩些什么 怎么玩 请把你的玩乐秘诀 马上到我们的 Facebook群组里面 和我们分享 孩子的童年 只有一次 所以呢 要记得 好好的和孩子 一起度过这个欢乐时光 你好 我是陈爸 Family Go 全家出动 我们下次再见 Bye